腾讯视频逼个棒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V神V的董思成 温温 欢迎V神V董思成做客我们的专访间 近日以品牌美妆大使身份出席于时尚活动的董思成 一身帅气西装将头发梳成超迷人的模样 又是狙击万千少女心的影片 和我们聊几天来 她也是持续散发魅力 真诚幽默金句不得 大家赶快记起来 云云有言 自信就是美哦 我觉得自信就是美 只要自己喜欢穿的 然后有自信 我觉得它就是美丽的 代表 我觉得我是一个自信的人 做好当下的事情 多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去跟朋友交流 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如说培养一些兴趣爱好 我觉得可以让自己更加的自信 除了拍戏之外就是健身 会在剧组健身 健身其实很可以释放我的压力 这一次因为是我第一次去拍戏 我有准备羽绒服 因为冬天会很冷 所以说就背上了羽绒服 在剧组 最近有东西吃东西 哇 问到了 我最近买了一个洗澡的那个喷头 那个东西其实特别好用 它可以让你的水更好 因为它有很多过滤东西在里面 它会让你的皮肤更好 现在在看视频的人 都可以去买一个试试看 真的很好 就会让你皮肤更好 真的 哇 太好了 我觉得我还好吧 就正常的那种 至少保证自己是干净的 然后得体的出门 男生嘛 就简单的干净 然后保湿 大概就这样 感觉到干燥 可能偶尔会贴面膜 什么的晚上 收完工之后 有因为去了剧组之后 会带那种保温瓶 之前其实很少喝烫的水 因为我特别喜欢喝冰的 来了剧组之后 就听见会带保温杯 保温杯不加料 没有 就是温水 还没有到那个 那么养生的地步 可能慢慢再升级吧 Update 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 我觉得我们队员 都比我会 我觉得最会的应该是羊羊吧 穿搭方面 我觉得它其实挺 Swag 但是我俩的风格不一样 它是很HipHop 我是比较休闲 然后比较干净那种感觉的 就可能比较简单一些 会啊 那当然会吧 可能偶尔看到镜子的时候 会稍微就再回来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自己头发 什么的 会 比如什么三色系原则吗 就身上不可以超过三个颜色 其实有参考那个 但还是按照自己喜欢每天的感觉 按照心情来搭配 还是下足了功课 不拍戏的时候就是去吃饭 其实恒店有好多好吃的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就是它那个产业链非常的丰富 铁锅顿我也吃了也很好吃 还有什么粤菜啊 然后包括蔗菜啊 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昨天我晚上的飞机嘛 但我昨天中午 还是在恒店吃了一家粤菜 铁锅顿吃的比较少 说一次 偶尔就是收工完之后 会跟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打游戏 当然非常好了 非常棒 还挺适应的 就是感觉还是在学习吧 因为第一次拍嘛 可能还是想从中多收获一些经验 然后为未来做准备 也是一直在学习 希望大家出来之后 会喜欢我的这个第一部新作品 认真学习思考 挺有信心的 希望大家会期待一下 有我去剧组 就是以前我从来不穿 但这次去剧组 就是穿了秋衣和秋裤 因为确实在剧组 要等的时间其实很久 就会背上 然后还有暖手戴什么的 身边工作人员都对我很好 因为我觉得演戏 是一个新的起点 新的开始 跟我之前的唱跳 就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是新的领域 我希望能让我这个人更好吧 就是从演戏这方面 因为是 饰演的是其他的角色 希望能 丰富我的各种情感 包括我的一些能力吧 可能商人吧 因为温州人嘛 对啊 就是商人嘛 可能是 我觉得 但我觉得有可能 还是做类似 这行的某一个职业 可能不是演员 也可能不是歌手 但也有可能 还是这个行业的 当然 还挺好 自信就是美 面对现实 珍惜当下吧 做好每一步 不要做 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就是来不及的事情 唱跳俱佳 时尚品味不足 如今又以新人演员的身份 跨足影视业的董思成 可以说是全面开花呀 期待云云的演戏